好 來喔 我們開放Coin 第一位是屏東的孫先生 孫先生 你好 孫先生 你好 聖鴻宜 大哥好 你好 你好 這個高維邦先生他的文章 是 幾次在主席部 我看過幾次了 但是我個人 在我林東的這個看法 因為我認為我們臺灣的社會 如果要繼續進步 一定是要改變 我們以前從農業社會進步到工業社會 這就是改變 未來工業社會進步去資訊業 或是在服務業 這也是一種提升 我們如果一直在 農這個以前的製造業 勢必我們就沒辦法去找到其他的機會 例如說陰性滑爐 這可能是一些極速的方便 我們可以去用這個方法 甚至這個工資脫鉤也沒關係 但是就是說 台灣的外流變成是我們的經濟的主力 我覺得這對台灣來說是一種 很大很大的一種屁股 是 這種方向 我想我們放眼全世界的先進國家 大概沒有哪個先進國家 是用這種模式去成功的 孫先生 這個民進黨這七年來 你覺得你的生活有變得好嗎 我個人 我是從事方地產 我覺得說 在這七年來 生活不好的人 有一個 在我的朋友裡面 生活不好 我覺得都有一個共通點 在之前那些化碼的時候 他們有負責 負責 他以前的理學官 現在變成說 投資機會 他沒辦法加過 但是如果是對以前那些 沒有負責的人 我相信他以前來講 像我還沒說多負責 這樣喔 是 再來就是說 這個政府的佛分 我是覺得 我們的政府 要像企業 這樣 去面對這種市場機制的競爭 我們要怎麼說 成本有辦法降價 你怎麼效率有辦法提升 你成本 就是像我們政府 說 跟他們原的成本 因素成本 那樣負責 剛才有辦法 跟外國競爭 這不一樣 重點 台灣的經濟 要好 不是說 要蓋他們 回來 主要是說 是不是 大家人錢 有拿來台灣開 我剛才說 我們台灣人 台灣的企業 那裡賺錢 好錢 像鳳姨大哥 你怎麼說 我們台灣的負責 那外國人 都賺錢 這也好錢 因為我們台灣 精配的人 都有賺到錢 如果說 去國外賺到錢 再回來 這很好的機制 可以集合 我們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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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北生的資金 我們外國做一個好的 投資 這也是我們台灣 貪的錢 這很好的資格 之前新加坡 也是 這也是國家的資金 去全世界的投資 好 來 東市的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你好 黃先生你好 你好 我們這個外勞的政策 是國民黨留下來的 他的薪水是全世界佔最高 我們台灣是佔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說 民進黨政府應該要把那個 就是 脫鉤 對 因為現在 本國的勞工的薪水都超過 基本薪資了 所以說 你只有增加這個基本薪資的話 會增加 牢房對那個 外勞的支出更高而已 加縫他們的成本 是 所以說 他應該要 偷鉤 這樣 對對對 好 黃先生謝謝 來盧州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你好 我非常贊成高先生的講法 因為製造業是最大的那個 原動力 請的勞工也最多 政府應該是一比一的來配置 給中小企業 而且要降到 六千塊七千塊這種基準 因為說穿了 你們都不敢講說 這是官商溝結的結果 只有高興是敢講 上次他有來過 洪宜你應該 洪宜大哥你應該 對這個 官商溝結 以前是國民人 為我朋友 現在民進黨也有參加 這種仲介 的利潤 你要把它講出來 我認為陳水扁做不到 因為我告訴你 陳水扁 你看他任用新潮流 新潮流 他就弄成這樣對不對 是 他就這樣 他也任用新潮流 你就知道 我寄望於 謝康林 他當總統的時候 有辦法 把這個 徹底打破 我們台灣 經濟這麼有活路 中小企業 是我們台灣 最主要的競爭力 了解 陳水扁謝謝我了解 這樣 要說人家勾結都很簡單 但是真的要有政治 我為什麼要跟你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如果怕什麼人 國民黨勾結 我們敢說 民進黨勾結我們敢說 絕對沒有這個事情 但是要有政治 如果有 我跟你說不怕 我絕對他揭發 這樣子 來家裡的蔡先生 蔡先生你有蔡先生 洪醫生你好 你好蔡先生 我家裡蔡先生 是不是 我今天看到這個主題 我非常的興奮 因為這個主題 是我末寐以求的這個主題 因為這個全世界都在變 只有台灣不懂得變 我們記得這個陳總統 他曾經有講過 要變變變 施政人先生也講過 但是我們發覺這幾年來 大家都因為在意識形態 或是說正式的這種惡動 藍利人惡動 產生大家都忽略到經濟的問題 那這個匯除一場稅 他是對長久都是有益 而無害的 而且對一次貧窮的人 更是一個福音 我們希望說陳總統 跟張院長能夠聽 能夠看得到這個節目 只要宣布正義稅 廢除的話 股票馬上破萬二 憲院長只要宣布他當選 破除遺產稅 必定當選 你們可以看到現在島內 台灣島內消費金融嚴重的萎縮 真的 雖然我是過得去的一個人 但是我看到現在 一般的這個商業行為 消費 真的是有時候大飯店 這個中古的這個五星級的飯店 這個保費 甚至都五六個人 所以這非常的一個可憐 那只要你不管你到國外投資 或是說在大陸投資 只要你賺到錢 他一定會把它回流 一定會歸於回流 所以一定會投資台灣的房地產 投資台灣的事業 投資各方面 甚至一些消費金融 都一定大量的消費 所以會造成台灣的百業興隆 這樣好 蔡先生謝謝 來龜山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各位好 陳先生你好 對 既然剛才那位來賓提到 這個投資房地產的事情 那我想講一個現象 我最近有好多個親友 從中國大陸回來 他們告訴我 他們都在開始在那邊買地 然後就是租地就對了 然後去購物 然後做這些